為什麼妙珠會不能產生 就是因為 因為定律不夠 但是為什麼定律會不夠 就是你的淵內欲望太重 還有太多的淵內欲望 你看那些吸毒的 賭博的 抽菸的 喝酒的 打架的 飆車的 他們喜歡這樣嗎 他們也不喜歡這樣 不喜歡啊 當你在喝酒的時候 你時間一到啊 因為你就餓得戀頭在這個地方 在你周邊的靈魂家族 他就跟你說 趕快去喝 好久都沒有聞到味道了 走啦 走啦 就看不到的靈魂家族 他就引導你去 他就引導你去喝 那抽菸也是一樣 吸毒也是一樣 靈界的家族就會引導你去 那我們收到收禮 想到想禮 這些另外這些善良的靈魂家族 他也是會引導你 欸 要去上課啊 要去聽課啊 就像現在在洗書啊的一些人 他在下筆的時候 老實說你已經死了五百年了 你已經死五百年 你以前好幾代都死了 才會這麼厲害啊 有人說煮菜很厲害 你以前就在皇上旁邊煮菜的 你是義詞啊 以前就這樣 你就對這個藥為什麼那麼厲害 他以前就當醫生了 以前就當醫生了 就是這樣 你現在對哪一個東西特別有天賦啊 就是你 你的靈魂的本質累積就已經 已經累積那個能量了 這個定慧呢 是以責為基礎 定慧 你要有這個定律 妙助慧 當然要以這個責為基礎 因為有這個責 有這個責律啊 你就不敢誇業 你不敢誇業 不敢誇業 最起碼可以屬你冷靜下來 你就有辦法 有那個定律 有那個定律呢 你才能產生那個妙助慧 那個戒慧 以定為依止 這個戒和這個妙助慧 當然就是要這個定 這個定什麼 這個定就是你在修 就是你本身為什麼能有定律 就是你的慾望減少了 慾望減少 慾望有很多喔 孫文地位的慾望 金錢的慾望 還有你本身的身體的慾望 沙稻淫 貪生吃 這些太多的慾望了 太多的慾望 所以你定下來 能定下來啊 這是很不簡單的 不會受到什麼的誘惑 各位秉習的那些雜戀 會不會產生這個定律 那產生定律之外 你會不會再產生那個妙助慧 他就一直善信行軟 就善信行軟 好嗎 好嗎 謝謝